改娃改装的满月 今天来给大家分享改娃小妙招 诶 真的很像营销号诶 大家好 这里是喜欢给娃娃改装的满月 这可能是为数不多的满月用正常语速的化妆视频啦 今天给上次开箱的超大的人手办化妆 模特是笔质量的水仙 光看脸膜就感觉是一个可甜可欲的小姐姐 有很多人问我化妆工具 用的是人用化妆品 哎呀 想到这个 以前还有眼影厂家找我打广告 那个时候化的是BJD我就拒绝了 现在倒是可以接了 没有人找了 嗨 第一次做烙科项的视频 不知道烙点啥好 其实很多人看我的化妆视频 我知道前半部分大家都是不看的 直接快进对不对 屏幕前的你是不是也在快进 所以我也思考了一下 确实 前面这些铺垫的地方 是有点长了 比如像这种铺底色的部分 很重要 所以我花的时间有很多 但是把这些过程全部录进去 会不会太过详细繁琐了 所以呢今天就精简了一下 而且啊之前没有装眼珠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说 太吓人了 好可怕啊 那现在装上眼珠继续画可能会好一点 这个小姐姐她是有牙齿的 是非常符合我审美的那种 就是露着一点点的牙齿 美人爆牙 现在给她全脸修容一下 还有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要我说几遍 就是以前我的视频语速是比较快的 然后评论区就会有人说 这个肯定是加过速的 其实不是 那都是我的元素语音 因为加过速的语音 其实你们都知道的 它一定会有一点点的 像变声器一样的那种感觉 就像Papi讲她的视频是加速的 所以她说话非常快 她的那个语音就有一点点变声器的感觉 我的视频语速这个问题也老是被人吐槽啊 所以今天试着做一些 嘴巴不装加特林 不开机关枪的视频 但是我发现我慢慢说话的话 真的很像营销号哎 这个小姐姐中间有一段 我没有放出来为什么呢 因为我发现她的眼睛有点大小眼 这个不是她本身大小眼啊 刚才没装眼珠的时候 她的眼睛是对称的对吧 为什么装了眼珠就变成大小眼了呢 因为你们也看到 这个娃娃她是非常软的 然后我里面给她多塞了点东西 她就有一只眼睛显得非常的古 我也是之后才发现的 自己在化妆的时候 因为怼得太近了 并不能马上就发现这些问题 我拍照的时候发现了 然后我拍照的时候给她调整了一下 现在是没有调整的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还是看见了的 但是我拍视频的时候 就是没有看见了 你能拿我怎么点 现在是在粘睫毛 睫毛的话 用这种一段一段的睫毛 粘比较自然一些 我结合了 就是手会加粘睫毛的两种方式 这样子的话会显得更加立体 而且呢 她的下睫毛也会更加明显一些 因为是放在窗毯上拍的 很明显 左边的光线就会比较强一点 所以左边有的妆就被弱化了 像眉毛看起来几乎没有 其实是有的 然后待会照片里面看起来会好一些 因为录视频的时候 这个光线我是真的不知道拿它怎么办 我觉着它黑了吧 我正面给它放一个灯 然后呢 啊 妆就没了 现在我这个灯是放在有点靠左边的地方 左边的眉毛就没了 所以呢 转着给大家看一下 侧面的话睫毛是很立体的 可以看到没 到了阴暗面 这边眉毛出来了 我是画了的 只是因为光线问题 它看起来不那么明显 这个画完之后是可以随意触摸的 像它的这个嘴巴也是可以摸的 满软的 只要不是太大力的揉搓 妆面是不会掉的 如果这个娃娃是你的 你会拿它来cos什么角色呢 那我在弹幕区看见你的评论吧 打包完毕就是这个样子啦 好了 不要吐槽了 我知道画面很陡 怪我怪我 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自信 总觉得我的手是很稳的 结果拍完之后 发现这个画面很陡诶 如果看到这里了 就给up主一波推荐评吧 给个关注就更好了 我真的很想在12月底之前 冲上十万本啊 拜托拜托